我们来看一下IO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IO流的概念 以及原理 IO流的概念 什么是流 流是不是流动吧 是不是流下 对吧 比如说车流从一端移到另一端吧 对 从一端移到 另一端 在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一端与另一端 有所谓的源头与目的地 是不是这个意思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比如说我们这个流 我们从文件移到程序 能听懂吗 程序干嘛呀 移动到文件中 对吧 比如说我从网络上移动到文件里面 没什么 从一端移到另一端 所以这里面就有所谓的源头与目的地 我们把它叫数据源 好 我们常见的数据源 经常是文件 经常是咱们的程序与文件操作 或者数据 数据也可以当一个数据源 或者我们是网络上的资源 网络连接 或者数据库 就是能够存放数据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跟它打交道 但是始终要记住 以程序为中心 记住这一点 好吧 以程序为中心 我们与它们打交道 我们来看一下 IO流的分类 第一个 以程序为中心 进来叫什么流呢 叫输入流 好 按流向栏分 输入流与输出流 注意 程序为中心 咱们听懂 好 第二个 按了处理数据 按数据 分什么呢 分字节流 与字符流 你处理的数据是字节呢 还是字符呢 好 这个是二进制 这个呢 是我们的文本文件 文本文件 注意 这个二进制可以处理一切 可以处理一切文件 包括 程序文本 DLC 音频 视频 等等 一切都可以处理 这个呢 只能处理 程序文本 咱们听懂意思 当我们选择的时候 字符流 只能处理程序文本 处理不了 DLC 音频 视频 你用这个处理 经常会出错 文件打不开 读取失败 你听懂意思吗 这个字符 实际上是对人类来说的 我们人类看得懂的 这个字节呢 是对谁来看懂的 是对程序来说的 那么 这个是一个字符的编码 与解码的问题 到时候我们再说 好吧 好 这是按处理数据来说 按照功能来分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头 来看这里面 文件进来了之后 离文件最近的 我们把它叫节点流 在节点流的上面 我们相当于套了一根管道 对吧 这个叫什么呢 叫处理流 处理流是干什么呢 提高它的效率的 增强它的功能的 就相当于我现在的这个扩音器 我声音没有这么大 对吧 我通过我的扩音器呢 把我的声音放大了 能听懂什么 提高效率的 所以这里面 按功能分分 节点流 节点流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源头最近的 包裹源头的 处理流呢 是增强功能的 提高性能 好吧 这是它L流的分类 好 第三个常用的这个L流 这个里面 我们先看一下 字符流 与字节流 先关注这个重点 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 来 我们来看几个常用的类 说完了还是学习一类 来看一下 第一个字节流 input stream 什么意思 输入流 好 来output stream 输出流 来 我们打开看 input stream 它是一个什么类呢 upstruck的 看到了吗 抽象的 output stream 也是一个抽象的 所以这里面 来 我们来看 第一个 字节流 字节流分输入流 和输出流 注意 以程序为中心 来 它的抽象类 input stream 进来吧 以程序为中心 是不是叫进来啊 这个叫输入流 好 输出流 以程序为中心 出去 output stream 能看到吗 来 我们来看 字符流 来 输入流 输出流 对应的看 对应的找 有read 和white read 读取吧 读取 white 写出 这就是我们的字符流的抽象类 read 和white 因为 l流非常多 关注重点 天呐吧 字节流里面 我们要掌握哪些方法呢 或者我们常用的方法 哪些呢 我们先不看它的实现类 对吧 面向接口变成 或者面向抽象类变成吧 来 input 来看一下 那几个方法 我们经常使用的 第一个方法 read 来看这里面 按字节 数组 读取 read 我们很少按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的读取 效率很低 好 我们经常用这个 read 读取 或者使用这个东西 读取一定的数量 再加上 第一个方法 close方法 好 我们的输出流 来 output stream 我们看 我们需要掌握哪些方法 有读取就写出对应的 好吧 看好了 white 按字节的一定的数量 写出 white 然后再加上 flash flash 刷新一下 强制让它写出 再加上close 你只要掌握这几个方法就行了 具体的操作 我们待会再说 来看一下 read read 它是按字符 看到了吗 刚刚是字节数组 来byte 字节数组 这边呢 是ch 看到了吗 ch 都是对应的 好了 close方法 这边呢 来我们看white white 看到了吗 输出 然后这里面来按一定的长度输出 写出 好 还有什么东西 flash 和close 主要找到这几个方法 然后其他的方法 到时候我们用到了 我们再说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写字符创 字符创是什么 字符序列吧 放到这里也没有关系 有可能用得到 好吧 听说意思吗 好 这是我们的抽象了 那它的实现内呢 根据你的源头额定 在这里面 我们先关注源头文件 不要输入流 file input 实现 这个呢 file output 你不用管它的实现 这边呢 file read file white 好 我们先把这个核心的讲完 操作 以搬家为例 怎么搬家呀 怎么搬家 第一步干嘛 假设你是房姐 要搬哥 大量的房子 对吧 你要先关联哪套房子吧 对不对 你要搬哪套房子吧 对不对 好 第二步你要干嘛 选择搬家公司吧 对吧 大量的搬家公司 你是不是要选择呀 第三步真正的搬家了 对吧 在这个搬家的过程中 搬家公司 它是用卡车给你来拉呀 是不是他们 那是不是卡车都大小啊 对吧 卡车大一点 什么呀 多搬一点 卡车小一点 手搬一点嘛 是不是他们 然后这里面就运输吧 你搬了多少 是多少 是不是这样的 东西掉了 他负责吧 是这样的 好 第四步干嘛呀 处理吧 处理吧 这卸载 然后打发 大家公司走了呢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好 跟我们的读取文件来对应 看一下 第一步我们要干嘛 建立与文件的联系 好 第二步选择对应的流 比如说 比如你是读取文件 那我们选择收入流 你写出收入流 能听懂吗 对吧 你是字节 file input stream file output stream 如果你是字符呢 你可以file read file write 简单是什么 根据你的选择 对不对 好 这里面我们就是文件的读取 或者写出 比如这里面我们要第一容量 这里面有byte 看到了吗 或者恰 宿主吧 宿主大小 读取或者写出 绿的或者white 最后释放资源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操作 总结这个操作 无非就四个操作 第一步建立联系 第二步选择流 第三步操作 在操作的时候 要定位你卡车的大小 你这一个搬东西的大小 我们这里面宿主的大小 加上读取 绿的方法 和white的方法 最后我们释放资源 close 这就是我们操作 l流的概念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